傍晚5時多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發生了一宗斬人事件 震驚全港市民 一名中年男子進入商場後 隨即去到二樓的一間家品店 購買了一把12寸長的尼刀 陪會約摸5分鐘後 他在三樓突然用刀 狂捅一名陌生女子20多次 女子同行的朋友嘗試推開男子 但不成功 更加被他捅傷 在警方到場前 有見以勇為的市民 用椅子阻止兇徒繼續施襲 而警方隨後到場將疑空制服 並以涉嫌謀殺將他拘捕 我們初步調查 被捕人是有精神病紀錄 是需要定期去作出覆診 而經我們初步調查 警方相信被捕人是單獨犯狼 亦都在我們現今階段的調查 沒有證據顯示 這兩名死者是認識的 和這個被捕人士 26歲的方姓女死者 和22歲的劉姓女死者 本身是朋友關係 兩人都身仲多刀 事發後被送到聯合醫院搶救 可惜最後還是雙重不止 我們今天去到事發的商場 看到有不少市民大同鮮花 前往悼念死者 亦有人擺放香燭 很害怕, 很震驚 看完之後都很驚訝 還有其實我自己也… 我有想過如果自己在這裡 我會做些甚麼 可能… 可能因為我昨天不是在現場 所以我這一刻開造的 就是開造的顯示 我看到她的年齡 跟我也差不多 我覺得她們很慘 而且她們其實有大好前途 隨便被人殺了 安發時奮不顧身 手持兩張椅子打向移空 嘗試救人的 就是商場酒樓的廚師輝哥 今天她如常上班 還跟大家說回當時的情況 我也有點害怕 不過就是… 我想阻止她不要再傷害人 她把刀向著我 我就用椅子… 我感覺到她有機會襲擊我 我就用椅子在額頭上坐了一下 感覺她好像再移前了步 那時候受到威脅 再打多一下 但她還是沒有攻擊我 我也嚇了一跳 後來她自己慢慢走到指示牌上 很緊張握一張刀 站了一會兒 她就哭得很淒涼自己 我唯一做的位置 就是站著她 恐慌她會再施責 其他商場的職員 幫忙救援 疏散人群 另外還有兩個一男一女 就是幫忙施救的 其實我沒有能力奪刀 或者什麼東西 沒有能力的 如果我體能 她39歲 她絕對是勝過我萬倍的 不過但是我那瞬間 我是想阻止她 不想她讓她再商人 雖然我做到她 沒有再商下去了 但是可惜我是失敗的 我真的幫不了那兩位人士 謝謝